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要來教大家怎麼在家裡用 不是那麼貴的器材 做一杯有拉花的拿鐵 因為很多人問我說要怎麼 不花那麼多錢然後買很貴的咖啡機 然後也可以做出很漂亮的拉花 像我在網路上介紹的那些影片一樣 我覺得器材在拉花的原理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今天我就跟我朋友借了這一個 台灣做的摩卡壺 CX25 這一個 然後它是有蒸氣版本的 那我在這裡必須要提一下 就是我不認為摩卡壺做出來的咖啡是 Espresso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在你的咖啡上面做拉花的圖案 這一個是非常適合的 它大概3000多塊台幣 也就是大概100塊美金左右 對 那為了要讓狀況更貼近 你們在家裡使用的 這一個是 的情形 我今天不會用我自己烘的咖啡豆 我到我附近的賣場去買了這一個250公克 只要140塊的咖啡豆 對然後我盡量挑今年生產的 還有我買的最便宜的牛奶 我能找到的拉 對 那有了這三個器材之後 我們現在就來做 一個有拉花的咖啡給大家看 對 那我們先 開始做我們的咖啡 好那我們現在就先來把摩卡壺打開 然後來製作我們的咖啡 那我們現在先把咖啡豆打開 這一個摩卡壺 它的設計就是 它一次要讓你做三杯四杯的 所以它的這個粉杯會大一點 那沒有關係 我們就 做多一點東西 好 其他的做法就跟摩卡壺都一樣 把這個放進去 然後這個地方它是可以自己調整你的角度 對你可以看 要我會習慣放偏左邊一點點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用這邊的蒸氣 記得這邊一定要鎖上去 那使用的時候 就千萬不要再碰到 任何金屬的部分 因為它非常的燙 好 記得火不要開太大 因為火如果開太大你會把這邊 的塑膠的部分 給燒 熔掉了 那這個地方有一個蒸氣的開關 就是跟我們的營業用的機器是類似的 現在它的壓力已經來到黃色的部分 那我們就先來把咖啡萃取出來 等一下再來做奶泡的部分 一般如果到黃色的部分 我比較喜歡把火調小一點 讓它 壓力不要跑那麼快 甚至是你想要先直接關掉也可以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 咖啡給萃取出來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 不要用圓形的杯子去接 它所做出來的一櫃手 因為其實像這樣它都還是非常的 會亂噴 像我的手上都會有 那萃取的差不多其實就可以停掉了 你不一定要把全部的水都萃取出來 這個時候你想要 做奶泡的時候呢 一般會建議你讓火 小火 這樣維持著 非常小的火 避免說你等一下奶泡 你要重複做好幾杯的時候 會不夠用 放一點點進去 等一下 因為它上面沒有任何的Cream 所以我等一下會告訴大家說 要怎麼在這樣子的條件之下拉滑 那所有的咖啡機 不管是高級的營業型機器 或者是 我們現在要用的這些家用型的機器 你要使用之前 一定要先把這個管子裡面的蒸氣排出 那你後面才會得到一個比較 好的狀況的蒸氣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做我們的奶泡 使用的時候你要注意這邊的 不要去碰到你的手 一樣跟我們所說的那一些 咖啡機是做奶泡的原理 一樣 你就是讓這個 蒸氣管剛好接觸在你的牛奶表面這邊 然後直接打開 家用機比較特別的一點就是 你必須要讓這個蒸氣管 維持在表面久一點點 確保你的奶泡會夠 然後它製作的時間也比平常稍微長一點 現在我們就得到一個比較 綿密的奶泡 那這一台呢 它的蒸氣管因為它溫度非常的高 所以 我們在清的時候沒有辦法清得 太乾淨 我們之後 全部的咖啡做完之後 再仔細的去清潔就好 那我剛剛有說過 我會教大家怎麼樣 在這樣子的咖啡裡面 做 拉花 因為它表層沒有任何的Creme 我的做法是直接倒 一點點的下去 那它表面就有一些細的泡泡 就可以當成是我們在 Espresso裡面的Creme 的做法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拉花了 它還是可以做出很漂亮的拉花喔 一樣的做法喔 我們把這邊稍微簡單的清潔一下 我們把這邊稍微簡單的清潔一下 以上這邊呢 這三杯就是我剛剛用 那個 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個 摩卡壺索依序做出來的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 它的奶泡還是可以打得非常的細 我覺得 這個並不是說哪一個器材的問題 是你有沒有去練習過 你有沒有去了解過你自己的 咖啡器材的問題 對那當然說這個產品 它本身就是 在我使用的經驗上來說 我覺得它 設計的比一般的家用型的機器 還要好很多 可是如果你沒有正確的 奶泡的觀念呢 其實你也不能夠打得像 我今天做的這樣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拉花 已經非常有經驗的人呢 我相信你可以做的比我的還要好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就證明了一個 咖啡豆跟 牛奶 還有器材 它並不是阻礙你拉花的問題 所以 就是我拍這個影片最主要也是想要告訴大家說 你們在學拉花的時候 不要心急 做的越多 你越能夠理解中間 它的一些原理 還有你 越順手的做法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 做到這邊 那我等一下會去清洗我的摩卡壺 有機會的話我會再 好好的介紹這一個摩卡壺 那我也希望做其他的家用的咖啡機的影片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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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